孟茹如 好 現在的人壓力非常的大 你的紓壓方式是什麼 以我自己來說 我超愛刮痧 撥筋 暗暗腳底板 但是這些東西如果你做錯的話 很有可能會讓你中風 余醫師真的是這樣子嗎 應該是說我們不管是 剛才妳講的刮痧 或者是撥筋這些動作 對我們身體都是有個刺激 當那個刺激量過大 或者是在不正確的地方的話 就有可能造成 比如說有些血管斑塊的脫落 造成中風 雖然這個機率不大 可是我們還是在做這些按摩動作 要避開危險區 沒錯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就是 你平常在按摩按摩的穴位 還有你刮痧的過程當中 有些地方你一定要注意 像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就是 民俗療法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非常喜歡這個 拍打波筋 因為它每次就是拍完 你就感覺到整個血在那邊 熱熱的感覺 然後在撥你筋的時候 哇 整個就是傷起來了 你知道這個為什麼可以這麼有效 拍打波筋 應該是說我們現代人都是定點工作 你會看到很多辦公室 他一定在縮職前面 可能就定一個早上了 所以整個肌肉屬於在緊繃的狀況 那一個緊繃的狀況肌肉 你不管是用按摩波筋拍打 甚至我們醫療用針灸 它都可以達到一個放鬆的效果 等同讓它那個彈性疲乏的肌肉 受到一個伸展疏解 所以拍打波筋 它確實就是有那種放鬆的效果 可是到底要拍哪裡 有拍哪一個地方是可以幫我們全身鬆鬆的感覺嗎 應該是說我們拍打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肌肉緊繃的地方 舉例像我們辦公室最常做的是什麼 低頭 低頭足 或者是低頭打電腦 最緊的地方在哪裡 肩膀 對耶 在肩膀或者是整個上背區 所以你會看到疲倦的人會做一個動作 就是你剛才做這個動作 那所以說拍打的話 其實第一個最簡單 針對緊繃的肌肉區 比如說你肩頸 頸 那我們就做一個錘 或是拍一個空掌 一個這樣的空掌 做一個拍打的一個動作 一般來講我會建議用空掌 因為空掌的那個力道比較溫和一點 空掌這樣拍打 就是有點拱起來 就是你家如果有新生兒 要幫他拍打格的時候 也是這樣拱起來拍 那盡量不要錘 因為每個人力道不大一樣對不對 有的時候幫爸爸錘鬧 有的時候錘太猛 爸爸會生氣 有時候錘個太大力 所以你會建議用空掌是最好的 空掌比較溫和 所以肩頸痠痛是這個地方 那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我相信有很多女生 就是想要下半身循環變好 都會拍膽筋 膽筋喔 它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整個身體的側面 側邊 腿的這個地方 尤其是看到很多熬夜族 它肥胖是肥胖在哪裡 身體的側面 不管下半身 還有你看到整個腿是往外擴 那個都是太晚 所以就很適合拍膽筋 所以如果你的屁股的邊邊 多兩塊那個麻鞍肉 那就是那邊循環不好 因為這個地方的肌肉比較豐厚 用拳頭拍 可能它的危險度比較小一點 力道的話 不要把自己敲到受傷 瘀青為主 有點痠痛就可以了 主要是這四個穴位對不對 環跳 風式 中篤還有西洋觀 特別是這個風式很好定位 比如說我們在做一個例證 例證的時候 你中指點到的這個地方 就是風式穴 那不關你的手指頭長短嗎 對 是以你個人的手指頭 中指點到的地方 這麼準喔 對 這風式穴 其實我們也不用說 那麼精準 整個側面 腿的側面都是膽筋 所以我們要拍的時候 很簡單握個拳頭 然後整個身體側面 這樣子拍 從上到下 這樣整個腿 腿這樣子拍 其實很多女孩子在意的 比如說腿外側啊 肥胖 或者是說我們常常晚睡 剛活大的話 就可以拍這個膽筋 那在拍的時候 我們是用拳的平的這一面 可以用拳頭平的這一面 那我可以用尖尖的這一面嗎 尖尖的這一面 是有那個刺激穴位 比如說我剛才講的 這個風式穴 或者是這個穴位 就可以以這個尖尖的地方 做一個揉捏 在穴位上做一個揉捏 我們可以在環跳 風式跟這個穴 中毒還有西洋觀 做一個揉捏 這邊做揉捏的動作 但是大家都知道 彥寬老師對不對 就是我們彥寬老師 常常跟我們講說 你也可以做一些什麼 拍打腋下 這也是另一種拍打 淋巴的地方 因為像我們人體淋巴聚集的地方 有兩個 一個是腋下 一個是鼠西部 那特別要注意 因為這些地方都是比較敏感 身體比較敏感 比較脆弱的地方 所以我們拍的時候 一定用空掌 剛才講的空掌拍 就不要用那個拳頭硬去打擊它 尤其像我們鼠西部 有重要的動脈通過 如果說你用拳頭大力去刺激它 刺激到已經不當的話 它的那個骨動脈 動脈可能會受到太過刺激 會有玻璃的一個危險 然後第二個我講到是腋下 因為它腋下整個身體側面 又是膽筋 剛才提過膽筋 所以除了腳的膽筋 手的膽筋 也可以這樣子拍 我們從腋下 然後拍到身體的側面 往側邊拍 尤其像女孩子 會介意腰 腰圍太肥 或有一些腰間肉的話 我們常常這樣拍拍拍拍 可以阻止那個脂肪堆積在我們側面 對 那假設我們真的就是覺得 自己腰椎有點胖 然後這邊又有馬鞍肉 毛起來拍拍到瘀青可以嗎 當然不行 其實最簡單就是 你拍起來會覺得有點痠有點痛 皮膚微紅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拍到瘀青 不要瘀青反而是不好的 對那是一個傷害 OK好這個就是我們拍打 跟筋絡這一些的地方 那有哪一些人是不適合做這些動作 對因為其實我覺得像針灸 或者是像那個刮痧推拿拍打 最不適合就是體質比較虛弱的人 體質比較虛弱 體質 體質虛弱 例如女孩子在月經期 或者是說有些老人家 體質比較虛弱 那或者是有些孕婦 剛做完月子的時候 她急著要變瘦就一直拍打 結果她身體太虛了 不要小看這個拍打揉捏 這個會讓循環變快 變快有些受不了會暈 頭暈 那或者是有些飢餓太久 有些比如說餓太久 餓太久沒睡飽 營養不良 對虛弱狀況下 禁止太激烈的刺激 受傷也不要對不對 外傷的地方可能也不適合 就是你可能最近開刀 或是不小心被撞到 也是盡量先不要做這些動作 有外傷的地方千萬不要去刺激她 所以在拍打 跟我們用拳頭錘的狀態下 應該是你的身體是正常的狀態下 沒有任何的傷害 對 這樣子拍是最好的 OK好這個是我們這個拍打的 那我們再看第二個這個民俗療法 這個也是好舒服喔 穴位按摩 像我自己去Salon店按的時候 都會按肩頸或者是背 可是你會發現喔 在路上有好多就是只單純按腳底板 對 那醫師你會怎麼建議 我們到底要選擇按背 按肩頸的呢 還是我直接去推腳底板 對這個也要分兩個部分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疲勞 是全身性疲勞 你也搞不清楚哪裡痠哪裡痛 確實下班的時候 去紓壓做個腳底按摩很好 對 那腳底按摩我們通常會有幾個大穴位 比如說像永泉穴 永泉穴在我們腳底板的前三分之一的地方 凹陷處 第二指第三指那個凹陷處 對那是永泉穴 就是我們聖經 我們聖經是相關我們內分泌的充電的地方 可以去刺激我們永泉穴 然後還有第二個最常用的是三陰膠穴位 就是腳踝那裡 對腳踝的內側大概四根手指頭的地方 腳踝內側三寸四根手指頭的地方 特別是有些比如說會筋痛 或者是常常下腹會脹 腸胃不舒服的人 我們三陰膠也會常常用 對 那還有一個地方核骨穴 核骨穴其實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說用大指還有二指之間 這個核骨穴 其實我們正確取穴是這樣子 你們看到這個有沒有像小三丘 對 小三丘的地方 這個最高點的地方 這個就是一個核骨穴 就是骨頭關節 喔不是你看我這個肉 有個像小三丘的地方 小三丘 小三丘 比如說像這個小三丘 小三丘 這個地方 就是核骨穴 就是你大母哥把它往下縮 然後你會發現這個三丘 這邊有一個凹陷的這個地方 對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核骨穴 然後也是毛起來壓 對往下往第二根手指頭穴 那個壓 會有點痠痛感 這個穴位是不是至所有 只要有頭關係的 是 有一個隔絕 有一個隔絕說 面口 核骨穴 所以說只要以上半部 頭面部的問題 我們常常會刺激核骨穴 怎麼說比如說有些頭暈 暈車 那或者是甚至有些牙痛 是 或者是說沒睡飽的時候 牙齦浮腫 或者是眼睛痠色的地方 我們都會用這個核骨穴 去做這個刺激 所以只要是頭部以上的 你知道覺得頭暈暈 或是剛睡醒的時候 好像沒有醒來 對 壓下去 馬上精神就起來 會會的 那剛剛腳底的部分 三陰膠還有一個太重 泳泉穴 對 這個部分是針對內臟嗎 內臟比如說像有些腎氣比較弱 腎氣比較弱 比如說它有些人是未老先摔 比如說常常月經都不準 那或者是常常會到下午 就異常的疲倦的人 我們都會刺激那個腎臟的穴位 那像要按這種穴 你除了去給別人按 其實在家裡 或者是你去公園 你會發現有很多人 會走那個健康步道對不對 健康步道 我是不是要買越尖 越刺激那個穴位的越好 當然不是 因為第一個 它的原理就是說 刺激我們腳底密密麻麻的穴位 其實最好就是像鵝卵石 有圓 比較圓 形狀比較圓 刺激比較溫和的為主 太尖的話 我最怕一個族群 就是足底筋膜炎的族群 因為它腳底的筋膜已經在發炎了 你不管是用圓的石頭 或尖的石頭 都會刺激它發炎更嚴重 真的喔 所以是腳底筋膜炎 或者是說你腳踝有扭傷的話 不要輕易去刺激腳底 這個要先把它治好再說 因為有些人你知道吃重鹹 就覺得要越尖越頂 但是如果你有足底筋膜炎的話 反而是會刺激它發炎 所以這是大家要注意的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 除了按摩之外 泡腳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對 泡腳以後我們要注意幾個 第一個溫度 溫度不要太高 我覺得大概40度就好 頂多40度 我們人體大概36 37度 40度為一 然後高度也滿注意的 高度 就是我們水位的高度 泡到那個小腿 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就是剛剛三陰膠的地方 對 因為泡太高的話 我們整個心臟的負荷會過大 有些老人家的話 我曾經看過 比如說一個老爺爺 他就兩隻腳踩在兩個大木桶 泡到膝蓋以上 結果泡個10分鐘 就開始頭暈 會有噁心感 他就開始在血糖下降了 甚至心臟負荷過大都滿危險的 是 所以要建議大家 泡腳也不要再泡太多 還是就是看你身體狀態 如果你身體好的話 可以往上泡一點 但是家中的老人家還是建議 就是大概三陰膠再往上一點點 然後泡不要泡超過太久 大概10分鐘而已 是 那泡腳我們常常會加一些香料 你知道嗎 有些人放鹽巴 有些人放老薑 對 這些都是有幫助的嗎 其實是藉由它的藥效皮下滲透 可是我覺得最主要是水的溫度 藉由水的溫度帶動全身的循環 那加什麼料我覺得是其次 加的料不如用內服藥 比較可能比較直接 有道理喔 所以有時候那味道只是放鬆 是 是 就是外面的表皮的狀態 好 這個是泡腳的部分 再來我們來看這一個 瓜沙拔罐 我覺得這個瓜沙就是夏天幾乎人人都會刮 你只要累 刮 然後只要覺得痠痛就是去把它灌 是 是 這個也是什麼樣的效果 其實這個跟剛才講的拍打波晶 都是類似齁 就刺激表皮的經絡 因為我們表皮經絡 有時候我們看夏天 常常在冷氣房都不太會發汗 對 結果你會發現現在很多人 要嘛出去出差的時候熱個半死 然後回到辦公室 冷氣房又把它悶住沒有發汗的時候 它常常很容易中暑 頭暈腦髒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適當的刮沙 讓表皮的微血管擴張 循環好一點 或發發汗 會讓它身體比較舒服 而且在刮沙前後 大家一定都要注意 像有的時候刮沙之前 我們該準備的器具 對 有的時候有些人會用湯匙 是 可以用湯匙嗎 可以 像池湯匙 就是不要那麼銳利的湯匙 不要那麼銳利的湯匙 然後第二個要注意就是 表皮要上一些油類 或乳液類 要圓角類的儀器 對 圓角類的東西 然後我們大概表皮 上一點油類的東西 才不會刮傷 那油類可以選擇那種萬斤油 就是比較涼感的那種 也可以 就是說最主要你用的時候 皮膚不會過敏刺激為宜 這樣 讓它比較好刮 那在刮沙中 到底我們是這樣子 刮刮刮刮刮刮刮 像刮刮樂一樣刮 還是要怎麼刮呢 因為單一方向 而且刮的速度跟補屑有關 一般來講刮的力道越大 然後速度越快的話 它是一個在中醫來講 是一個屑法 比如說有些火氣很大 它會洩火 我們就用比較快 比較急的方式去刮 那有些人 可是這個也是要看體質 有些體質剛才說過 比較體力不好 比較虛弱 不適合用洩法 它會頭暈 那如果說一般 如果已經中暑很累的話 我們可能用溫和刮法 慢慢的刮 是 慢慢的刮 然後力道放輕一點 刮刮板距離我們皮膚 大概45度角這樣刮下來 這樣斜刮 對 斜刮下來 好 再來刮刮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 其實刮刮本身 它就刺激它的經絡 血管擴張 會發汗 多補充水分 補充一些溫水 然後避免一些太生冷的東西 或是刮完刮 毛細孔放大的時候 不要去吹冷風這樣子 這樣就不能進冷氣房 好 剛剛我們有講到說 其實這三個步驟 有時候按摩 甚至是刮刮 有一些地方你是沒有辦法碰的 因為很有可能會讓你 有一些中風的狀態 有哪些地方我們是盡量避免刮 絕對不能碰的喔 對 我要告訴大家 三角區有三個定點 我要注意 第一個在下巴 下巴 然後耳下 然後鎖骨下面 這剛好一個呈現一個三角形 因為這三角形裡面有一些頸動脈 頸動脈的話盡量不要做強烈的刺激 是 比如說我們在做一些按摩 盡量不要去碰到這個地方 或是拔罐 拔罐的話這裡太過強烈刺激也蠻危險 包括刮刺盡量不要碰到這一塊 如果你要刮的話 可能輕柔筆劃幾下就好 真的我們刮刺重點是在後背 那個肌肉比較厚的地方比較安全 所以頸前三角區是左邊右邊都有 就是脖子前方側邊這邊 都千萬不要碰到 所以我們要刮要按 盡量還是以後面為主 好 那我們到怎麼樣正確的刮刺呢 簡單其實我們就是簡單的 先上一些溫和的乳液 要上在你想要刮刺的地方 先把它皮膚滋滋一下 減少我們刮刺會刮破皮的一個危機 那我們刮刺有幾個路徑是最常用的 第一個是督脈 就是我們脊椎骨的正中間 大家一定會有一個疑問說 骨頭正中間能夠刮嗎 對啊 其實它是一條筋脈是可以 但是動作盡量輕柔 我們就是上面 你看這上面 這有凸一個這個 凸的地方的話是大椎穴 也是我們常常在解除 中暑最常用的穴位 所以我們這樣輕輕地刮 這邊要輕刮 輕刮 然後呢還有第二條路徑 是膽筋側面的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它的肌肉就比較豐厚 肌肉比較豐厚的話 我們可以帶一點力道 而且可以從頸椎這樣子往下帶 這一條是我們上斜方肌 上斜方肌是我們最疲勞的一個肌肉 因為我們常常低頭 低頭這個地方你看都封緊 我隨便刮兩下你看都紅起來了 真的耶 而且輕輕地刮馬上就紅了 然後兩下就紅起來了 然後呢還有第三條我們常用 就是我們脊椎骨旁邊的地方叫膀胱筋 是膀胱筋是我們很多內臟的反射區 所以我們一樣由上往下 因為這肌肉比較豐厚 其實可以帶一點力道刮 這邊可以帶力道 但如果骨頭中間這邊要輕柔一點 那斜側這邊呢 也是可以帶一點力道 因為這個都是肌肉比較厚的地方 對 老師太疑口了耶 太疑口了耶 它已經紅了 但是它並沒有 應該並沒有是非常疼痛的感覺 有嗎 就是它的表 還活著嗎 表面微血管已經在擴張 就是已經在刺激它的循環了 對 所以正確刮我們要刮到什麼程度 通常是刮到微紅 大概我們刮個三到五分鐘先觀察 如果紅微紅甚至出一些殺點 就是比如說紫色紅色的殺點 代表淤乳比較多 當然我覺得說 以淤乳的地方比較多的地方 再刮個幾次就好了 千萬不要刮破皮或是刮到說 它疼痛的受不了 因為很多人都說要刮到深紫色 有些中暑或者是它淤乳比較厲害 病造區確實會刮出深紫色 大概出殺出到一些紅點殺就好了 不要再繼續刮破 那我們在刮的時候有什麼狀態下 是不建議刮的 我們要吃飽飯刮 不建議說太飽或太餓的時候 或是過度疲倦沒睡好的時候 因為一刮下去的話 尤其像我刮得比較急 它循環會變快 有些會頭暈 甚至有些會想吐的感覺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有外傷的地方 比如說你在刮殺的地方 有些擦破皮 本身有受傷的地方 就不要再去刮殺了 這就是還有喝酒之後 也是千萬不要亂刮殺 就是還是你必須要意識清醒的狀態之下 然後也不要太飽 也不要太餓 的情況之下去刮殺 那我自己說我自己好了 我自己平常也是滿愛在家刮殺 但我常常就是被cue被刮殺的那一個 那我每次都刮到很厭世 因為像老師你這樣的器具啊 基本上就是一定要 像我自己刮 一定要這樣子很用力這樣一直推 才會推出殺點 那我自己很喜歡 就是用那種電動型的刮殺儀 因為它的力道比較大 你吃比較重鹹的很適合 我很喜歡用刮殺儀 是因為這刮殺儀 它其實手的那個大小 就跟我們手握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呢我平常會這樣子把它打開來 然後這有非常多的模式 你看它這邊有這個負壓 然後有加熱 然後還有微電 那負壓的地方呢 就像刮殺一樣 它其實會吸 它同時也可以把管 那我在刮的時候我會這樣 也是一樣上一點油 就是我很喜歡用一些什麼艾草啊 就是民俗療法你知道嗎 我在家就是這樣子 像巫師一樣 喜歡用一些那種精油類的東西 然後但也不會太涼 因為我很怕刮殺 如果你用太涼的東西 其實萬一你皮膚真的有一點出殺 其實會有點刺激 好就這樣子塗一點點 好就這樣 好然後呢 這上面有這個負壓對不對 然後它還有一個加熱 就是它會有一點微微熱感 可以讓你肌肉像是被熱膚一樣放鬆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會把這個負壓給它 調到大概 女生大概3剛剛好 那如果你是男生的話 你可以調到6 那它最高最高可以到9 然後在加熱的部分 我一樣調到加熱 我大概覺得加個1 讓你微微溫溫的 因為它沒有試過嘛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電療 也是可以試試看 好那我自己就只是用負壓跟加熱 那我會這樣子 有點像是人家說的那個 有沒有感覺到稀稀的 它會把你的這個肌肉給這樣吸起來 然後在這時候這樣子滑 你看 你會聽到buck的聲音 有點像滑罐 對有點像滑罐 對 就是有一點滑罐的效果 一邊刮沙一邊滑罐 雙下 而且一邊熱膚還蠻好用的 對 然後這樣就很輕鬆 就是因為主要是機器在吸 對 就不用像我剛才刮那麼久 對 喔來了來了來了 馬上你看 你看 很快耶 大概三下左右 對 我剛才刮幾分鐘 你這樣幾下都出來了 對 而且它上面還有微微震動 我就很愛這一台 是因為它除了可以像拔罐一樣 然後它有微微的熱度之外 它有微微震動 很像我們做在按摩椅上 你知道在按摩你那個肌肉的感覺 你看我這樣輕輕一刮 它就這樣子 馬上就出殺了 欸很快耶 真的耶 有沒有看到 而且我這邊有直直的耶 是 喔有 這樣是不是就 這樣刮到這樣就好了 可能再刮個幾下 五下就差不多了 再五下是不是 有感覺嗎 還嗎 還好 這樣就 欸可是你殺很多耶 你看 它這個有喔 這個很厲害喔 對 我就超愛這種的 因為我很愛吃種鹹的 很有FU 然後除了就是刮殺之外 就是現在的人還很喜歡拔罐 像我自己也蠻喜歡拔罐 然後這台機器它也可以拔罐 這是我覺得最厲害的地方 對 因為它可以換頭之後 它會附這個拔罐器 嘿嘿 你就把拔罐器逗上去 就這樣 好我假設先逗一個小的好了 好 然後一樣功能是一樣的 就是你壓下去之後呢 你給它開機嘛 開機之後在這個負壓這個地方 選負壓的這個地方 沒有這個負壓喔 然後一樣開始加 你可以慢慢吸 有沒有看到 哇它吸力蠻強的 有看到嗎 有感覺痛嗎 沒有 沒有喔 然後我把它拔下來 哇塞 它就是拔罐器了 對啊 而且它整個吸起來 就直直的 然後因為它附了很多這個拔罐器 所以我在家裡 就可以用大中小 各式各樣地方 在你想要拔罐的地方 給它壓下去 是 然後一樣 我附壓我就加1就好 你可以慢慢吸 然後你也可以選擇快快吸 那我就是1慢慢吸這樣 然後我這樣觀察 當它肉肉有一點被吸起來 有感覺了嗎 好有感覺 這時候你的家人有感覺之後 你就按剪 它就停下來了 OK 然後我壓著這個罐 然後再把這個拔罐這樣子拉起來 好方便 然後就這樣子 非常方便 拔罐大概拔個5到10分鐘就差不多 這太多了 你看像這個都已經起來 而且很紅就可以把它卸壓卸掉了 對就卸壓 就這樣卸掉 就可以拔掉 剩下一個罐 這個你看 或者是說我們可以用一個滑罐的方式 這是醫生用的喔 好 那是用一個 痛嗎痛嗎 一個滑 對這有點矛起來痛耶 這個有點這樣滑罐往下滑 往下滑 可以把它當成一邊拔砂 一邊去做刮砂 滑罐 好快喔 它這個叫做滑罐 在中醫來講這滑罐的一個動作 這不是我拔的 還好嗎 這個是團光筋 對大概滑的差不多就可以這樣 你看 兩個差很多耶 這個是用一般我們傳統刮砂版 就當然你如果有耐心 你可以這樣子手一直刮的話 當然是可以用傳統刮砂版 但我本身就是 比較好吃懶做 懶得就是每天這樣子幫家人刮 其實這樣子就會比較有效率 就是刮的人呢 基本上也不會擔心說 你手會痠 一般來說 我們刮砂或是按摩完之後 你會感覺到放鬆 但有些人刮砂按摩完之後 沒有感覺到放鬆 這其實是身體出了的問題啊 應該是說 如果只是純粹的緊繃 刮砂完一定會放鬆 但是有一種是內臟引起的痠痛 比如說有些膽結石啊 或胃腸不舒服的人 胃腸脹氣 他背後就會常常痠痛痠痛 肩頸痠痛 這時候你刮砂也許會有 短暫性的緩解 可是過了半天之後還是痠痛 又回來的話 那你這時候可能要去醫院 詳細做個檢查 我們就醫了 所以刮砂按摩 只是檢查一下我們身體的狀態 但是如果你的放鬆 或是疼痛感並沒有舒緩的話 小心是內臟有一點問題囉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我們的頸前三角區 是沒有辦法按摩跟刮砂的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然後身體有任何狀況 一定要問一下醫生喔 那今天要非常謝謝余醫師 瓜健康我們下一次見 掰掰 接… 我相信在小木嘴中 會是請教會 跟焦炸的 hear…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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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